台電公司冰潭發電槍為了為冰潭駕在水口心態 並減少白日生團影響出水發電 每年進行肥災奉用今年放大學1萬1千萬 包括黑流、抄育、大頭人燈燈 希望對主人環境保護增一份企業指令 在主辦單位斷彈下走過長長的樓梯 大家在一起走怎麼邊上時 沒辦法到家裡的駕地發明 冰潭發電槍今年準備了8千萬的黑流 3千4百萬的草肥定肥材 其中的黑流其實對著主力發電設施為何有重要的功能 這個烏溜的部分它主要可以吃我們現在水庫裡面的 有一些資深的儀備類 那這個儀備會影響我們這個水利電廠的正常的運作 因為包含這個出水還有這個進水還有冷卻水的部分 都有可能被儀備堵塞 那為了避免被堵塞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放了無留於能夠抑制儀備的成長 為什麼羅貝類的東西呢 要把它做一些剷除呢 就是說在整個一個發電的過程 我們在水流水域還有我們台電 他們這個水利發電的這個管線呢 常常都會被這些羅貝類的這個占有 然後招呼在它的水管裡面 那這樣整個在水流的方面就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呢整個一個生態的環境 也是要靠大家來共同的維護 我們這次總共放了八千尾的這個無留 還有三千四百尾的這個草魚 那放這些魚的目的呢 當然第一個是維護我們水庫的水質 和維護我們這個水庫的正常的運作 因為放了草魚可以吃這個藻類 讓我們這個水庫不會有優氧化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來維護到我們的這個 自然生態啦 所以來幫助吃的魚仔仔 也在這裡呼籲到我們其他外來種的魚苗 還是魚仔盡量真的不要 不要把牠放在我們的藻類 真的會維護到我們的這個 日月潭的這個生態問題 民潭蝶水庫雖然是挑削水利發電的蝶 民潭發電槍也是整個維護 祖人生態冰險 頭過方用死海魚仔仔 祖人生態冰險更加豐富 以及水質也能更加乾淨 記者檢訪宣傳採訪報道